每路透社12号报道标题形容台湾艰难的BNT疫苗谈判就像政治考量与全民健康相撞 报道中更爆料原本代理商上海复兴提供给台湾的港澳样本合约 根本就是一份争议合约 当中明定上海复兴或是其授权代表方有权对疫苗接种过程进行审查 其中包含相关文件的检视权以及设备的检验权 路透社更写道这提供上海复兴收集资料与访问疫苗接种者的权利 看起来更像是在进行临床试验 不是在进行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该有的行为 医师直言上海复兴恐怕别有意图 毕竟上海复兴主管机关就是中国政府卫生健康委员会 路透社报道中也写下台积电与鸿海永龄基金会断然拒绝 而上海复兴也不再坚持 立委提醒不可不慎 这些事情都是西方民主国家以及台湾的法律所不允许的 不仅可以用于医疗方面的商业用途也会在生化病毒方面转为军事所用 就我所知我倒没有听说过我们必须要去提供相关的资讯 依照我国个人资料保护法不得搜集个人医疗资料 除非公务机关执法需要而且要有安全防护并无从识别 特定当事人疫苗代理商合约暗藏危机 索性公司部门协力完成签署 三连选小区中会期待不到